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幸福到万家阵容绝了 除赵丽颖外 导演 编剧实力也令人惊喜 说起今年的诸多卫视代播大剧 由资深导演郑小龙 担任总导演 刘雪松 姚远联合指导 赵丽颖领衔主演 罗晋特别出演 刘薇 唐岑 王志飞 冯雷 曹征 张喜前 池鹏 陈伟 钱杰 张可颖 林思义等共同出演的当代现实题材 女性创业 励志大剧幸福到万家 可以说是不可不提 而且 若是仔细观看这部剧的演员阵容 也是堪称绝了 首先 女主角赵丽颖 适合幸福 本身就是时下国产剧85后小花之中 非常能够扛收视率的一名超人气演员 像此前由赵丽颖 担任女主角的陆珍传奇花千古 《楚桥传》之否 之否 应是绿肥红兽 等上星热播剧 收视间相当不俗 再者 此次作为特别出演的罗进士官涛 近年来 所相继参与主演的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赫丽华 平安家等热播剧 也都先后取得过非常优异的观众反响 第三 就是刘威经典代表作有 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平凡的世界》 《尘埃落定江山风雨》 《晴唐明皇》等 池鹏经典代表作有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觉醒年代》 电影《百鸟嘲讽首导人》等 前节经典代表作有 电视剧《大江大河》系列 等一众老戏股的强势加盟 更让这部剧的质感 显得郁佳耀眼 另外 除了赵丽颖 罗晋 刘威 等强大主演阵容外 此次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导演 与编剧实力 也是相当令人惊喜 首先 总导演郑小龙 一部尤其指导 当前豆瓣高达9.3分 国产古装宫斗巨口碑天花版级别存在的后宫 《甄嬛传孙丽》 陈建斌 蔡少分 蒋新等领衔主演 就不用过多赘述了 其次北京人在纽约刑警使命金婚 电视剧版《红高亮》等国产优质口碑剧的相继火爆迎评 也足以证明 郑小龙导演的高超导演才能 并且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的《幸福到万家》也是郑小龙导演与多多赵丽颖 既2007年经典家庭生活剧《金婚》 张国立 《蒋文立》领衔主演之后 时隔近15年时间的再次合作 而此次担任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编剧一职的赵东霖老师 实力也同样不容小觑 他不仅已经与郑小龙导演 合作过一部电视剧版《红高亮周迅》 朱亚文 黄轩 秦海禄 于荣光等领衔主演 于2014年上星首播 向近期口碑与热度双赢的高分国产行业 励志剧警察荣誉张若云 白禄 王景春 宁李 徐开成 赵阳等领衔主演 已完结 当前豆瓣评分已升至8.5分 也同样是由赵东霖老师 担任编剧 据了解 此次电视剧《幸福到万家》 改编自陈元斌所著长篇传记小说《秋菊传奇》 将主要讲述小镇姑娘和幸福照丽影视 在遭遇事业 婚姻 爱情 以及亲情的接连变故下 永不言弃 自强不息的当代女性创业励志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于今年1月底 就已经顺利取得发行许可及过审 并且 根据不少影视博主爆料 预计将有望于今年6月底暂定 具体档期以剧方届时官宣为准 接档林申见路近东 李小冉领衔主演 上兴北京 东方两大卫视联合首播 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最后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邮政小龙担任总导演 警察荣誉编剧赵东陵老师直笔 赵丽领衔主演的当代现实题材 带播女性成长励志剧 幸福到万家 心中持何种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